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所主要呈现的观点是什么 今天我要介绍的这本书 是一位中国大陆的作者所写的 我平常不大推荐中国大陆作者所写的书 一方面他在台湾很少 并不是因为我没有去看他们 但是他在台湾真正出版的不多 这本书写的实在是太好了 它叫做耶鲁最欢迎的金融通事课 你光看这个书名就觉得很有意思 耶鲁当然是美国著名的耶鲁大学 因为这个作者是耶鲁大学的讲座教授 金融通事 他并不是一个一般的财经的书籍 这个人叫做陈志武 我跟他实际上大概20年前就认识了 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朋友 他是美国俄亥州州立大学所毕业的 非常的有成就 他今年58岁 在很年轻的时候就变成耶鲁大学 终身的讲座教授 在2006年的时候被评为华人十大经济学家 过去十年他回到亚洲 现在受聘于香港大学金管学院 他也是中国大陆重要的一个 算是财经智囊跟顾问 那这本书很特别的地方在于说 他看了很多的这种观点并不是很单一的 我们一般来看财经书的时候要不然就是太过于学术化 要不然就是很多是外国人写太过于西方化 要不然就是太过于本土的 比如说台湾化本土化 但是我们来看这本书的时候 它涵盖了既有西方也有东方 既有古代也有现代 既有商业也有金融 既有宏观也有威观 事实上是非常的难得 所以我称之为它有三个跨越 这跟我在志们所提倡的理念 非常的类似 第一个是跨地域 西方跟东方 第二个是跨领域 金融的领域也有提到 商业的领域也有提到 第三个是跨世代 我认为这本书最迷人的地方 是它讲了很多的中国古代的历史 金融的历史 什么宋朝的唐朝的 这些的金融的历史 连我自己都不知道 假如说没有看这本书的话 我觉得中国大陆 坦白地说 它的文笔很多的逻辑的思维 是比台湾的作家要来得好 我觉得最重要的点就是宏观 台湾很多的讲的这些事情 太为观 而且文笔没有那么好 因为宏观 所以它所强调的是一个观念 它有很好的一个金融的视角 另外我刚才提到 又有历史的渊源 这跟我们在志们所提倡的一个定位 叫做总裁的视野庶名的语言 非常的类似 各种的这种金融工具 他都有这个提到 我们来看一下他所讲的这个题目 就第一个 中国为什么难有百年企业 我们知道美国有一些 一百年的这个企业 比如说美国的这个GEE 就是有一百年的时间 那中国为什么没有 很多人都觉得 因为中国的历史短不对啊 那中国五千年 那为什么没有这样的企业 然后这个题目 你看了就很想看 公司是做馅饼还是现金 你到底说投资这个企业是很好吃 还是说这是坑人的企业 那另外呢 我刚才讲到它的跨世代 他提到了这个钱庄 钱庄的兴起 就我们早期的银行了 中国三百年前没有银行 但是有这个钱庄 还有洋务运动 这个这些呢 都是中国过去的历史 那他呢用一些非常浅显的语言 来说明一些复杂的现象 比如说公司 公司他说这是一堆法律契约的组合体 那另外呢他讲了说 这个多元化经营 以前我们讲的英文有一个叫 conglomerate 就是多元化多角化的企业 那今天呢 事实上多元化的这个企业呢 已经不流行了 为什么有的这个股票的这个本益比 有高有低 这些都是蛮有趣的这个题目 我为什么呢 这个推荐这本书呢 给大家主要有几个理由 第一个呢是深入浅出 就是他把一些很复杂的概念 他其实他的这个通俗 易懂 他是非常的容易理解 但是他所讲的这个概念呢 是非常艰深的 他是非常宏大的 非常是宏观的 这个是最难的 你如何能够把最困难的概念 用最白话的这个语言来讲 这个事实上是最困难的点 大部分经济学家所讲的这个话呢 只有这个经济学家听得懂 那另外呢 他本身呢 又又把它这个归纳成 很清楚的 有一些的这个重点 所以这本书的这个书名啊 叫做耶鲁最受欢迎的金融通识 很重要的这个字啊 是通识啊 就是这是一个general的understanding 这个不是说要的 很多的很多的specific 我觉得说台湾的人今天呢 都需要有这个整体的观念 我推荐一个中国大陆的人 所写的书 因为他并不是只是纯中国大陆 因为他在这个美国担任过 这个讲座教授 而且他这个就是说是 古今中外啊 这个融会贯通 如果你有机会去看这本书的话 最近呢在书店里面还是很畅销 你就会发现这个非常的浅显易读 这个趣味央然 我希望你们能跟我一样 enjoy这本书 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边 下次再见 拜拜